我们现在进入风波第十课 然后Pelangy的SPM Tactics 这一边 然后总复习 Paple 1的部分 Wish of the fooling is not the step involved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cess 所以我们这一边有 这个 这个不是 OK So它总共有五个 然后那五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这一边有这样 我们主要是这五个 就是setting the goal 然后evaluate你的financial status 然后你要create plan 然后你就carry out你的plan 然后过后你review和revised你的progress OK 然后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evaluate 有carry out 有setting goal 有checking financial plan是没有的啦 OK 接着在这一边 and the fooling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from ungedule 然后 how much is the surplus income from ungedule 然后就是它的balance income 就是它扣掉它的那个存款之后 OK 剩下的2950 然后这个是固定的 这个是固定的开支 然后这个是flexible的开支 所以它用这个减这两个 就是它答案了 所以它答案是直接2950-1680 再减740 然后拿到的是530 530 所以它答案是530 so 这一题的答案是有三名 a 然后接着再来 which of the fooling is not the smart concept smart的话呢 它就有specific s specific 然后r r是realistic 然后time-bounded t 然后can be soft 这个不是 我们还有measurable跟attainable 这样smart 你一定要背上来哦 这个我觉得这一课不像数学 这些这一课有点像历史 有点像那个account 你一定要背哦 背那5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背smart是什么 specific很明确的 measurable很衡量的 attainable是可达成的 realistic是现实的 time-bound是有时效的 这些 所以你这一个你 你没有背的话呢 你刚刚这几题 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OK 然后这一些详细 记得那一些讲解 我在上个影片已经有讲了 你要看详细的 你就找来我上一个影片啊 这一边是总复习的 然后pranita 它有active income 这样多passive income 是这样多 这个是GR的 这个是GR的 然后fix expense 是减的 减的 然后variable expense 然后他cash flow 就这个加 这个减 这个减 这个 这样啊 就是收入减开支 3800 加400 再减2650 再减940 OK 我拿到的是610 所以他答案是610 所以这个是他答案 610 然后第五 Naliza 他要买一个新的那个冰箱 1980 然后 short term financial goal so少过5年 少过一年的我们叫它short term 然后5年或以上的就是long term 然后half year就是6个月 所以我就直接拿1980除6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有1980除6 我拿到是330 所以他每个月要存330 所以他这个的答案是 V330 OK 好 好 我们进入paper2的部分 然后他说Jane呢 是一个 那个理发院的工人 他的收入是2600一个月 然后 这个是他1月跟2月的 那个 没有这5月的那个financial plan 所以他收入2600 没有被动收入 然后他的每个月存11% 然后194 saving for emergency 这个减掉这两个变成2124 然后固定的拍资 就是房租 然后他买了moto 要给那个moto的那个贷款440 然后过后呢 这一些像食物啊 水电费啊 打油啊 娱乐啊 哦呦 医药每个月要200 每个月都省定了啊 还有那个个人物品啊 这些是variable的 ok variable expenses 就是1490 所以在这边我拿这个减掉这两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2124 减掉440 再减掉1490 然后拿到是194 ok所以他这一个是194 然后他是属于那个supply positive的话是supply negative的情况之下呢 他是deficit ok 了被汉 马来文容易明白supply就是了被汉 deficit就是negative的啦 缺缺的啦 所以194 所以在这一边他的cash flow explain your answer 所以cash flow我刚刚拿到194 他是supply 这样ok咯 没有问题啦 他是supply 所以他是可以什么 投资啊 可以 呃 input emergency 这样啊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了答案 这一边的 那个作业给的答案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在这一边 我们直接查了我就不去 不去什么了 我就不去自己去学了 去学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cash flow呢 是 这一边 这样就 呃 这个减这个减这个 194 剩下194 他positive 194是good的 然后他有supply 然后他还有 呃 剩余的钱给那一个 呃 什么un-expected 就是预料之外的 那一个 呃 开支 他说他的total expense increase by 20% 增加20% 就是说我刚刚的这一边的这一个 这一个 乘以1490是他的开支 这两个加上来是1930 然后这两个呢 他说他增加了几%啊 他增加了 提供是增加了20% 增加了20%的时候是原本的120% 乘以120除100 这就是120%啊 所以他就变成2316 2316 这一个是他的total expense ok total expense 然后他的那个 呃什么他的那个 2124我拿2124来减掉这个的时候 他变成negative 192 所以negative 192呢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cash fro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有deficit 所以是不健康的啊 他可能要用信用卡啦 然后 他 啊他不够开支啦 所以是不健康的啦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cashflow是negative 192 所以他这一边我的这一个是negative 192 然后他的那个讲解那边他应该就是讲这个是属于不健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negative cashflow 192 会burden他 然后会让他用信用卡 来 他 加重他的那个问题 因为你用信用卡 利息哦 18% 一年18% 哇 好夸张啊 if the total expenses increase and cause her crashflow become negative how can an addison income can be generat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哦 加班哦 OK So 我们华人就是那一句话罢了嘛 就是一句 成语 叫做 开元节流 这样 开元 节流 就是这样嘛 你就增加自己的收入 然后减少自己的开支 这就是开元节流 这样啊 就是 呃 呃赚多一点 花少一点啊 这样啊 然后就能够 就增加自己的收入 然后 减少自己的那个 呃 开支哦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是说 什么 呃 就 做OT 啊你要OT 也老板 老板没有开 你也没有办法OT OK 然后 你要上网卖东西 现在一大堆人上网卖东西 真的是要有 符合到那个人们的需要的东西来卖才可以 啊算了 OK 他是讲任何的一个 reasonable的 那个答案都能够了 所以他这一个就是 呃 做OT overtime OK 加班 然后 或者是 上网做生意 OK好 然后接着 维安呢 是一个account 他的收入是5000 哇 然后 OT是600 然后 8月了之后他有那个 Allowance 补贴200 然后 在这一边是 呃 这一个是 他的 这一个是他的financial brand 这个是 actual 所以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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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部固定的东西都一样 没有任何改变 OK 这一个是 Entertainment 哇 他就讲这个月我要少滑一点 他真的少滑 所以娱乐也减少了啦 礼物也减少了啦 然后家庭用品也减少了啦 打油也减少了啦 哎呦 哇 哇 哇 所以他 他 他存多了300亿 在这边 哇 好 呃 16%的 Fixed Savings Emergency Fund 好 OK 果然是学财政的 什么 工钱 5,800 他就差不多 存下了 1,500左右 1,400 OK 蛮多的 他存多少啊 你看他的这个 呃 900就1428 1428 除以5800 然后再乘100 这样他其实是存了他的 这一个24.6% 差不多25% 四分之一的工钱的存上来 不错嘛 然后他要存这么多 for他的那个儿子10年后的 那个 Education 然后 Annual Saving and Money Saving Long Term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要存这144 000 然后除以10年的话呢 这样 每年要存 14400 这个是属于 一年要存的 然后一年有12个月嘛 所以我再除以12 所以他 就每个月要存1200 OK 然后 哇 他还要存多多少呢 来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提供的答案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这一边他是1200 然后他还要再存多272 OK 为什么他还要存多272 来我们看一下 呃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这一边 他每个月已经存了他16% 928 所以我这一边我还缺是1200 减掉那个928 OK 他还缺了272 所以这一个 我们会有272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呦 好 saving yes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suppress OK 真正的actual他是300 所以他有suppress 所以可以的 所以在这边 yes able to reduce many variable expenses and there is a surplus of his income 就是说他 他有 有 很多的盈余啊 所以是可以的 所以b的这个是 可以的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c的那个部分 c的那个部分呢 呃 give thre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way on financial time OK 嗯 嗯 在这一边呢 三个因素 然后 在这一边 哇他就要讲 这一个 什么 微暗要健康 然后可以继续工作 然后 他的 那个固定和 那个variable的开支 呃 可以 那个 呃 通过做partime 来 cover掉 然后 那个 呃 什么 通货膨胀 inflation rate 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 OK 通货膨胀呢 是 呃 就 他的 他的那个工资 他的收入要追上通货膨胀 OK 我们要知道这个inflation是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的那个工资 呃 通货膨胀 呃 大于 通货膨胀 这样 OK 好 不然的话呢 不然的话呢 他这样 呃 十年的事情 十年可能会有生病啊 可能有意外啊 OK 这一些 好 来 接着我们来看 Hot's challenge the information below pertain from 君问 然后他是 supervisor 然后他 sarary 3800 然后 Plan his expenses in May 然后这个是他 Plan his expenses 物质 Gas Petrol Rent Personal insurance Car loan 然后 Subsidize Subsidants Money for parents 给父母的 在这一边里面呢 那个 你怎样你都要住屋子住 你的保险费一定要给 你的车 钱一定要给 这这三个是属于fix的 OK 这一个是他的那个 Active income 他没有讲他有passive income 然后剩下的这些都是属于variable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呢 Extra information 他存13% 然后 他存 360 For emergency fund 然后 呃 他如果要去 旅行的话 要花 230 然后 他的actual 是 这一个 他的85% 然后这个增加了10% 然后减少了15% 呃 有进行 Stated mean the amount are the same with the financial OK 他要你 做这个 那个financial的那个东西出来 OK 对啊 好 我就从 那个 呃 那个 作业那边 的答案抄出来的 所以他net income 是3800 3800 3800 然后 他的 Fixed money Saving 3800 在这一边他13% 所以我在这一边就3800 乘以13% 所以我在这一边就3800 乘 0.13 所以他这个是494 所以他这一边是494 然后还有360 所以这个是494 360 这些加上来 然后我拿我的这个3800 然后再减掉494 再减掉360 这个就是我的工资扣掉我存上来的 然后剩下 2946 然后 在这一边呢 他的fixed 的话呢 就是 Rentor 保险 还有 那个车期 所以这三个东西加上来 这三个是没有改变的 这些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10 1090嘛 他这一边340 加 这一个110 然后再加640 所以我拿到的是1090 所以他这个是1090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 吃 他原本讲他吃的钱是 800 100 400 300 350 800 400 300 500 800 400 300 500 还有旅行230 ok他在这边他讲他没有放他230 进去吗 好 然后现在是有有趣 所以这230有花 然后给父母的钱没有改变 然后他食物呢 他在这一边 食物原本是预定800 然后他只是 他的85% 所以800 乘以85% 所以我在在这一边就有800 乘以0.85 ok 所以是680 所以他碰碰的是680 在这边这个是680 他 他house of utility 原本是140 OK 这一边是140 然后 他的 这个 增加了10% 增加了10% 就是 原本的110%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我有140 乘以1.1 OK 就154 OK 110% 你要知道吗 在这一边我的110 100 等于110 100 也就是1.1 所以我是直接用小数点 然后 他的那个Gas and Petrol Gas and Petrol呢 这边154 Gas and Petrol是120 然后他说他 减少15% 所以120 减少15% 是原本的 85% OK 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个 Decrease 15%的话呢 就是100% 减15% 然后他就变成85% 所以在这一边120 120 乘以0.85 然后我拿到的是102 所以他这个是102 所以在这一边他这个是102 所以他原本的这些加上来的话呢 是800 加 14 加 12 加350 加 250 加230 然后是1640 然后 他现在是680 加154 加102 加350 加230 所以他拿到是1516 对 所以我刚刚的这一边呢 我拿到3800 我拿到3800 我的这一个3800 减掉 494 再减360 这个我拿到的是2946 下面的那个FIX的是340加110加640 然后这个是1090 对 所以我的2946 刚刚的这个是2946 2946 所以我拿我2946是我能够花的钱 减掉这两个 减掉 这两个 减10 90 减1090 然后再减掉 1640 1640 然后他还有 216的 surplus 然后 可是我把这个减掉1090的时候 我这个变成了 减1516 1516 然后他就会变成340 对 就是这样 好 这样 第10课的总复习 也做完了